大家好,快过年了 今天来做一款简单又好吃的传统年糕 软弱中带着香酥 是妈妈做了几十年的配方 这是所需要的材料 可以做一个直径10英寸厚度2英寸的年糕 首先花生洗干净泡3个小时左右 红枣也稍微泡一泡 粽液泡软洗干净 头上剪掉晾干备用 准备250毫升的热水 加红糖搅拌融化 因为是用传统的红糖 有些结块要鲜化开 糯米这个量是一包半 加上粘米半包 再加入白糖半杯 稍微混合均匀 然后加入500毫升的水 水看起来比较多 先拌一下 烂粉先吸收一些 再加入前面准备好的红糖水 搅拌到基本看不到干粉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现在加入油 最后用手揉一下 一两分钟就行了 这样表面看起来比较光滑 再加入花生 这时不用太使劲揉 不然花生皮会掉下来 混合均匀就行 花生要留下一些 用来装饰年糕的表面 现在来铺绿叶 我用这种10寸的烤蛋糕的棚 把绿叶预先折一下 比较容易铺 也容易固定 一只手要一直压住底部 不让绿叶乱跑 全部铺好以后 先挖一坨过来压住底部 这样手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把剩下的全部转移过来 最后稍微拍拾一下 把粽叶剪整齐 加边边就好看了 摆上红枣 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摆 再加花生点缀 现在就可以开始上锅蒸了 冷水热水都可以 上汽以后一个小时 用筷子插进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粘的生米浆带出来 没有说明完全熟了 再撒上熟芝麻 颜值又提高了不少 干蒸熟时非常粘 没办法切 我通常晚上做 第二天早晨就完全凉下来了 再切就不会太粘 这样生的也很好吃 如果不在乎切块的形状 热的时候软软的更好吃 放锅里煎一煎 两面金黄 花生就更酥脆 非常的香 这个年糕的做法非常简单 大家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谢谢观看